只是,想到东方不败此前展现出来的速度,妖月心中的欣喜也是被扑灭了少许。 片刻后,摇了摇头的妖月压下心中的想法,准备先到一旁的龙月城找个客栈暂住一晚, 疗伤的同时也思索如何应对东方不败此时展现出来的速度。 可不等妖月动身,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妖月快速地转身跳目远看。 在此时妖月的感知之中,那大概十里之外,三道修为波动尤为的清晰。 一名先天境中期,一名宗师境初期的真气波动以及一名一流后期。 而且对方还在以一个极快的速度向着妖月此时所在的位置靠近。 察觉到这三道波动以及那越加浓郁的破空声,妖月眼睛轻眯。 什么时候,日月神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宗师境的舞者了? 在这目光凝聚间,两男一女三道身影快速地从黑木崖的方向靠近直至出现在妖月三丈之外。 借着夜色,目光倾台下,对方的三人的相貌身形也是映入妖月的眼中。 位于中间那人一头黑发,看起来四十余岁,穿的是一袭青衫, 长长的脸孔,脸色雪白,更无半分血色,眉目清秀, 只是脸色实在白的怕人,在这月色之下,便如刚从坟墓中出来的僵尸一般。 其右手边另外一名看起来五十余岁,身穿白衣,容貌清渠, 磕下疏疏朗朗一层花白长须,垂在胸前。 倒是左手边的那名女子年约二九,穿着一袭粉色长裙, 相貌还算标致。 而在妖月目光打量这三人之时, 位于中间那名中年男子上前半步拱手道, 在下日月神娇教主任我行,见过妖月公主。 在任我行之后,旁边另外两人一时开口, 向问天、任盈盈,见过妖月公主。 听着三人自曝家门,妖月柳眉轻挑。 作为仪花公的大公主,对于自己范围之内的江湖势力, 妖月自然不可能不清楚。 更何况,任我行虽未排的上百小生旗下得宗师榜, 但也是宗师镜的舞者,放眼江湖, 也不算寂寂无名,妖月自然也是听过。 只是,面对任我行自曝身份时, 竟然还用上日月神教教主几个字, 妖月心中不禁冷笑一声, 看向任我行时, 眼中不自觉地多了几分轻蔑。 单手赋于身后肩, 面容妖月语气淡漠道, 合适。 说话间,声音飘渺, 却又冷漠道隐隐让人有种站立的感觉。 那面容轻抬之下, 看向任我行几人时, 视线也近带俯视之感。 那孤傲的姿态, 不要太浓。 不过,面对妖月此时高高在上的姿态, 任我行三人却是并未有有任何的不满, 反而是觉得理所应当。 不管是妖月本身的实力, 以及妖月的身份还有背景, 即便是在宗师静初期的任我行眼中, 也是那高不可攀的存在。 旋即,任我行开口道, 妖月公主快人快语, 在下也不废话。 这一次追来, 是想要和妖月公主商议一件事情。 文言, 妖月眼睛亲眯, 商议事情, 你觉得你配在本作面前提商一两个字吗? 面对妖月此刻话语之中的轻蔑, 任我行丝毫不恼, 而是孝道, 若是寻常事情, 在下自然不敢找上妖月公主, 但在下所说的事情, 却是那东方不败。 东方不败? 将任我行此时的话, 以及神情收入眼中, 妖月心思转动, 心中顿时明白了任我行的意图。 见妖月没有开口, 任我行继续道, 那东方不败狼子野心, 手段很辣, 可偏偏天赋极高, 不过年仅二时, 便已迈入宗师境圆满, 现在妖月公主, 既然和那东方不败有怨, 若不铲除, 假以时日必成大患。 在下此前也是被那贱人所害, 既然有共同的敌人, 明日沉时, 若是妖月公主原因, 在下也愿意从旁协助助妖月公主铲除那东方不败, 说着, 稍稍停顿之后, 任我行继续道, 事成之后, 等在下众灯日月神交的教主之位后, 愿将我日月神交每年所得税额提升至七成上角至宜花公。 听着任我行所言, 妖月嘴角声音清冷道, 所以说, 你是想要, 让本座明日, 将那东方不败托住, 东方不败你在暗中偷袭吗? 任我行笑道, 不愧是宜花公的大公主, 果然绝顶聪明, 那女人修炼的葵花宝典论身法速度, 她是大宗失敬之下无人可比, 若是不能一击必杀让其逃走, 后患无穷, 唯有这样, 才能够保证一击必杀, 不是吗? 声音入耳, 妖月嘴角泛起一抹笑容, 看着妖月此时绝美面容上露出的笑容, 也是以为妖月对于这一个提议有所异动。 这时, 妖月缓缓开口道, 什么时候, 你这种货色, 也敢堂而皇之地, 站在本座的面前谈生意了。 不急不慢地语调出口的瞬间, 不等任我行有所回应, 妖月手掌漠然翻动, 却是一言不合直接动手。 伴随着真气的弥漫, 一股无形的立场骤然迸发, 并且在瞬间将任我行以及另外两人军事笼罩在内。 如果说以东方不败的实力, 方才面对妖月这一花结狱带来的特殊力道时, 感觉是如同置身于一丈之下的水中, 一举一动都是会带着强烈的致谢感。 那么, 对于任我行三人而言, 此时妖月这一花结狱中营造出来的特殊力道笼罩之下, 则是如同一座大山一般, 直接镇压的几人完全动弹不得。 面对这一幕, 任我行忍不住开口道, 大家都是和想要对付东方不败那女人。 妖月公主何须如此? 妖月不屑道, 呵! 本座和东方不败之间的事情, 本座自然会处理, 何须外人掺和? 疯女人! 听着妖月那冷冽, 而虽然的声音, 任我行心中忍不住暗骂一声。 原本此前观东方不败和妖月那隔空的对话, 明眼人一听, 那东方不败当时的语气之中都是处于暴怒之中的。 反观妖月, 作为一花公的大公主, 能够忽然独自一人跑到这黑木崖上, 最后还让东方不败如此动怒, 两人一看便是有仇。 而且, 这仇一定不小。 这也是为何任我行当时会直接带人追上来的原因。 可任我行哪里想得到妖月竟然高傲到这种程度。 面对自己这么一个免费送上门的帮手, 姿态高傲也就算了。 现在赫然一幅还要下杀手的状态, 当真不可理喻。 这不禁让任我行忽然有了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 不过, 面对此时妖月这眼中冷冽之意流转的样子, 任我行也是不敢多想。 真气运转至下口中意识低喝一声。 声音浮现的瞬间, 自任我行的双手之中真气环绕间, 两股强大的吸力意识漠然出现。 正是任我行所修炼的吸星大法。 若是寻常舞者触及到这两股吸力, 身体之中的内力以及真气均是会难以抑制地倾泻而出转而被任我行吸走。 反观妖月, 真气流转至下, 身体之中的真气, 真气依旧是按照原本的路线徐徐地运转, 哪里有半点外泻的迹象? 也就妖月身上长袍的裙摆快速地飘动, 显示着任我行此时这吸星大法的吸力有多大。 天下武学之道, 无论多么高深的绝技, 运行之时总是会消耗功力的, 所以历代以来才会屡有天纵之才创出各种妙觉天下的奇妙招式。 力求不浪费每一丝真气, 做到对全身真气的绝对掌控。 一旦宁玉功大成厚内力却可不损耗, 只耗体力, 拼斗的同时, 功力也同时内敛, 体内真气生生不息, 达远转通明之境。 即便是现在的妖月, 在这明玉功下不过只是到了第七层, 距离圆满的第九层还有不少的距离。 一身功力, 哪里是吸星大法这种地阶的武学能吸得动? 如果说, 此时的任我行修为也是迈入了宗师境圆满境界, 或许还会让妖月高看几分。 可在这功法品级以及自身修为的绝对差距之下, 任我行这所谓的吸星大法在妖月眼中, 不过就是一个笑话。 手掌倾台之下, 一股股特殊的力道顿时从任我行周围掠出, 然后缠绕在任我行的双臂之上。 几乎是在这几股特殊力道, 缠绕在任我行双臂之上的瞬间, 这一股股犀利竟然是瞬间被反弹龙向任我行身旁的两人。 猝不及防之下, 身旁那象问田以及任盈盈身上的功力 如同绝地的洪水一样从身体之中掠出, 被任我行吸走。 在这功力不断流逝之下, 那象问田以及任盈盈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苍白了起来。 发现妖月竟然能够影响到自己武学的对象, 任我行心中大惊连忙强行中断着悉心大法的运转。 呵! 蝼蚁! 而将任我行这边的情况收入眼中, 妖月心中冷笑连连。 在这手掌凝空挥动之下, 五指骤然弯曲。 瞬间, 任我行就感觉到了一股比起方才他所用的悉心大法 大出百倍有余的犀利。 在这一股犀利之下, 任我行的身体在这禁锢的状态下止不住飞向妖月这边。 而当任我行快速靠近时, 妖月手中的手掌便先翻动之下随手拍出。 当手臂打直的瞬间, 不偏不倚正好是落在了任我行的左胸位置。 那感觉就仿佛任我行主动那自己的胸口向着妖月手上撞去。 若是楚清和在此, 看着这披头散发, 老人感十足的任我行举动, 第一个念头想到的或许便是碰瓷。 随着劲气以及真气的迸发, 刚刚才飞到妖月身前的任我行又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向着身后飞出。 在妖月的控制之下, 远处那原本刚刚被任我行吸收了功力浑身乏力的向问天以及任盈盈又是被两道尽力推到一起, 不偏不倚地被这道飞而来任我行撞了个结结实实。 而当任我行撞倒两人的瞬间, 不管是任盈盈还是向问天君是有着被万斤巨石砸到的感觉。 煞时间, 三人皆是一口鲜血喷出, 神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尾米了下来。 带到长袖清帅, 妖月手掌凝空对着三人拍下, 长进瞬息而无比精准地落于三人的头顶。 真气以及尽气吞吐之下, 三人皆是再次一口鲜血喷出, 生机断绝。 击毙了这三人之时, 妖月眼神淡漠地收回视线, 宛若只是踩死了几只蚂蚁一般淡漠随意。 只是, 在妖月刚刚转过身准备离去时, 妖月脑中灵光一闪, 一个念头漠然在脑中滋生。 在这念头之下, 妖月刚刚抬起的脚又是重新收了回来, 目光忽然看向黑木崖的方向。 回想着此前东方不败那怒气迸发, 好似要杀人的愤怒样子, 此时的妖月眼中思绪之色快速流转。 片刻后, 妖月看向不远处任我行那三具尸体, 眼睛轻眯间, 一抹弧度默然自妖月的嘴边挑起。 下一刻, 随着真气运转, 一股特殊的力道瞬间向着深坑里面的任我行三人席卷而去。 待到这近期, 将深坑之中的三人拉起来悬在半空之中时, 妖月脚尖青苔间竟是拖着这三具尸体向着黑木崖的后山重新掠取。 百夕之后, 黑木崖后山之上, 此时的东方不败还在闭目努力压制心中心中的怒意。 可以想到, 之前妖月刚刚来时那屁股轻扭身体不适的样子, 在想到家被偷了。 此时的东方不败莫名有种彼死还要难受的感觉。 心中这火, 哪里能够压得住? 然而, 就在这时, 仿佛察觉到了什么一样, 东方不败眼睛骤然睁开。 视线扫向百步外那悬崖方向时, 东方不败寒声道, 还敢回来。 这一刻, 东方不败心中怒火再也压制不出宛若火山喷发一般充斥在脑中。 伴随着怒意迸发的, 同样还有着东方不败身体之中的真气。 与此同时, 黑木崖旁, 随着脚下步步倾抬, 腰跃的身形, 意识步步抬高直至重新落于黑木崖, 这后山之上。 几乎是在腰跃落于黑木崖, 后山之上的瞬间, 腰跃就如同有所预料一样, 移花接玉带起的进气, 瞬间迸发, 形成一股强大的推理。 同一时间, 一道血红的身影也是出现在腰跃的身前, 但却是被腰跃这一花接玉的所迸发的进气推开。 面对这一幕, 腰跃心中冷哼一声。 打了上百次, 对于腰跃和东方不败而言, 两女的情况就是我懂你的无耻, 你懂我的阴险。 对于这种刚刚照面, 东方不败就仗着速度动手的状态, 腰跃早就屡见不鲜了。 随后, 不等东方不败再次动身, 腰跃长袖轻甩下, 三具尸体便是被甩向东方不败的面前。 看着被腰跃甩过来的这三具人形的东西, 此时眼中只有腰跃没有他人的东方不败, 想也不想真气流转下凝空拍出一张, 将这三具轰回到腰跃这边。 看着东方不败, 此刻这明显被怒火占据了脑子的样子, 腰跃不但没有半点的不满, 反而是心中愈加的开心。 心中莫名有着一种特殊的愉悦感。 手掌轻拍将这三人重新拍向东方不败。 只是这一次, 或许是这空中三人的位置和姿势比较不错, 亦或是腰跃故意为之。 这一次, 三具尸体飞向东方不败的时候, 都是正面朝向东方不败。 因此, 此时东方不败即将还守前, 便认出了这半空之中的三具尸体。 认我行。 心中微愣之下, 东方不败略出的真气骤然一变, 手掌也是从拍出变成凝空下压。 在这动作变化间, 空中认我行这三具尸体亦是落在地面。 而在尸体落于地面时, 此时这三具尸体, 浑身的骨头早已经是碎得稀烂, 身体四肢都是呈现着一个诡异的形状。 好在三人的脑袋尚且还算完整, 能够让人认得出样子。 随着东方不败目光凝聚, 在扫过这三具已经快要不成人形的尸体时, 东方不败也是确定了这三人的身份。 正是前几天里面溜走的任我行, 向问天以及任盈盈。 而在东方不败看向地上这三具尸体间, 腰跃的声音缓缓地响起。 刚刚离开前, 这三个家伙跟上来想要和本作合作一起对付你。 听着腰跃此言, 东方不败眯眼道, 哼,就算一起又如何? 就算加上任我行这一个废物, 你当本作会怕吗? 说归说, 但东方不败心中的怒意, 多多少少也是平复了一点点下去。 对于东方不败的回应, 腰跃却是浑然不在意。 徐徐地开口道, 尸体给你带来了, 全当是本作送你的见面礼了。 见面礼? 听着腰跃这话, 东方不败忍不住微微皱眉你什么意思? 文言, 腰跃嘴角诞声道, 听闻寻常人家的妻子在自己夫君那小知识, 长期会送礼与老者, 现在本作和楚清禾身份已定, 自然要给你一份礼表示一下。 腰跃是霸道, 但不是傻子。 经历过昨夜之后, 腰跃基本上可以确定, 面对楚清禾, 仅凭自己一个人, 把握不住。 再加上这段时间下来, 腰跃对于东方不败的了解, 即便是现在自己成功地拿了楚清禾的一血, 以东方不败对楚清禾的重视, 东方不败也不可能会放弃楚清禾。 后面想的, 也是如何反压自己一头。 更何况, 这几天东方不败离开, 仅剩东方不败自己在楚清禾那院中, 腰跃反而是有了些许的不适。 正如楚清禾所言, 少了一个随时都能够打架的对手, 多多少少都是有些一些乏味, 缺少了那么一点原来的味道。 否则的话, 腰跃也不可能千里迢迢跑到这日月神教来。 因此, 对于腰跃而言, 东方不败在楚清禾那院中的位置, 早在几人相处之间就已经悄然间定下来了。 这一段时间之中, 东方不败争得不单单施压对方一头。 也并非是楚清禾的所有权, 而是属于两个人在楚清禾身边时的位置。 正宫的身份。